聯合國表示在湖塞叛軍星期日從也門主要港澳撤退是符合既定計劃 根據去年12月也門政府和由伊朗支持的湖塞叛軍在瑞典達成的協議 這項撤退計劃在星期六開始 聯合國將於星期二確認湖塞叛軍的第一階段撤退計劃 這是結束也門四年戰爭的重要一步 何台達港是70%的人道主義援助和進口到也門貨品的進入地點 當地的四年內戰導致了世界上最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 大約有6萬人在戰爭當中喪生導致很多也門人陷入饑荒邊緣 近300萬人流離失所當真三分之二需要援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